到学院的见面已经还有好几个空虚 这是在接下来的情况之四 将会出现四个版DLC角色 到时候会迎来一次非常大的更新了 那么之前在日本的EVO上 也是有很多玩家测试 提前测试到了这3.0 好了 比赛开始 好 双方是换成了一个蓝阵的背景 罗伯特面对莲娜 开局 独小还渴了会跳 连续再联播 对 这几个波发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两个人是互怼了一下 这个战C的莫奖 看得出来真的一踢是观察到增加阵法 莲安娜的跳跃被小孩打断过很多次 所以她莲安娜一开始连续都是地面进攻 好几次他都是空打 没有打到 可以看到小孩这几下真的立回打得非常的好 都是抓到了对手收招的时机 好 罗伯特以相当大的血量优势上是见到一个面的红弯 直接满血 后撤一下 连续发波 稍稍有点小停顿 就是等完看会不会前跳 这下真是想跳 后撤一下 漂亮 落地卖血 对 这下有点小失误了 标准的 好 后安十一连 一气四百多血 小孩 有点小失误 好 到板边 超杀 直接带着 对 直接带着一个波动的必杀 他们刚好带着 这肯定是要超杀带着 因为反正把对手弄死以后 罗伯特第一个还是第一个人 另外一个身上次还能够的下一步 已经到了第三个人了 这下跳黑地啊直接跳过头了 体力 压到了板边 又是一个这样的套路 刚才是等了一趟 想把小爱的圣龙给骗出了 是 BQ就打的也算挺有想法 好 一把无音腿 现在 哎呦 连续的跳 CB的压制 最后一波残血 哎呦 就想摸血啊 没有成功 最后这下 哎 凹了 对 其实就想赌一下 反正你可能想到 你可能会正好权 是不是 凹了以后的话应该是后面可以带臂杀 好 下臂抢开地区 这下是 没有打到 这 这就不说了 没办法了 对 如果打到的话 比利这一招虽然打的伤心很多 但是它破绽还算蛮大的 因为要从空中直接落下来 没错 刚才也是想着真的是第一局确实打的也是太快了 突然一下子就 罗伯特打掉了自己的两个角色 好 上方是完全没有做什么任何准备 直接开出第二场 好 利安娜 直接开局 开局连去卫星 跟利安娜这种攒气的卫星打的话 真的是不能着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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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利安娜的套路和这个增加阵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打法真是 小孩子之前奥了个大三楼啊 现在血量占据点小优势 到底想攻打中断 中断以后 哎 压了一正面 对 这下自己没有确认啊 还有东西 好的 上龙虎虎 伸到两点 刚才开开一下再做中断 这一波很伤超差 对 好 起身 有一个压的机会 漂亮 就打你蹲姿 然后直接一个小跳的一个跳A 打中断 這確實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血的話 他跳A或者是下B的話你必須硬猜 好 又不能高CB 反部線紅丸 現在留下了滿氣的資源 看看能不能抓到戰地的暴BC的機會 好 選擇強行打亂洞 好 傑森得到了板邊 這下戰C打到了 但是沒有確認啊 漂亮 這一波BC 好 EX 歲光 好 這套板邊盔 一波小木鴨 最後殘血中斷嗎 這次很直接就偷下段 上次則的中斷 這次則你下段 真的是沒有辦法 常心猜 八神目前武器 這下直接是 不過八神 對 有一個感覺是一個重大的失誤啊 這兩下失誤有點看不懂啊 好 最後單獨爆了一下BC 剛才沒有接必殺 對 最後戰清起來什麼都沒跟 超感沒打到吧 應該是 打點太高了 這下打點真的是稍微高了一點點 沒有爆BC 感覺這局的失誤真的是有點多 好 落地中斷 Liana 連身板面折 好 前跳 又待發 好 起身 這下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用這個磨血 你還升龍的話也是沒有用的 對 直接換血 哇 那麼大表哥是 Liana 打出了一個穿三 對 打了一個穿三 士氣非常的足啊 可以看到第一局他真是 不 現在大表哥也是 我們的經常吃到格鬥 就受到一個喝水的梗啊 喝水這個節奏 其實喝水的話 主要也是調整一下吧 自己的心態 對 想緩和下來 好 雙方也是點了再戰 好 羅勒克 既然虛幻一下 剛才是 已經等到了一個小跳 這下真的是想跑頭也是被識破 剛才下中角 還好對手中了 沒中的話這個聖龍 對 這聖龍就有點危險了 相當危險 好在畢竟開場啊 雙方都沒忌遠 確定發波 但是在遠程吧 遠程刷氣啊 莉安娜肯定是 與蘿蔔特更適合一些 好 板邊 大臉轉發波 神龍 還差一點兒 最後一絲血 又是一個後衛臂 漂亮 剛才算準了 算準了小孩可能要打一個延長的六臂 最後一絲血 不著急 漂亮 先等你啊 等你受到的時候 然後再來磨血 他們兩個每次啊 雙方打完DG以後 都會有下很多的血量 小孩剛才這個也是有一個聖龍的動作啊 所以說代表哥也是停頓了一下 哎 這是竟然是正向 這是打力落陣最後 好 選擇了板邊 雙循環的徑鑽角 虛晃抓單 接CB彈開 這個也是好的活動 趕緊把你先彈出去 好 厚厚拉下位置 哎 漂亮 這個背面跑得非常好 是利用PC啊 跑到了身後 小孩剛才這一波的壓制打得相當有想法 這下失誤非常的重大啊 這些失誤真的是 超殺沒有抓準 最後 哎 小孩自己有點小失誤 身後沒有出 好的 直接搶了一個下屁戰壁 剛才應該是想超殺的了 結果直接可能是因為這個按鈕 兩個同時按的話沒有按準 好 他們兩個基本上第一個角色啊 都能夠打到對手的最後一位 好 肩膀下一 來 第二下是低下房 又是磨血 好 飛進鋒腿 直接往前面磨 小孩羅伯特現在打這個的話 應該算比較放得開啊 照亮 好 後退一波 直接遠C 飛鋒打亂動 打得還是比較謹慎的啊 這點血量 對於比例來講 如果說留下五顆氣 那麼非常恐怖 而且血量也是 還是還是蠻多的 好 後完 比例還是蠻血啊 四七打後完的話 也並不是沒有翻盤的翻盤 對 抓一局抓到兩次爆BC的機會 來了 第一次 好 直接挑發 可以看傷害真是一塊啊 好 直接半血沒了 好 還有真的是兩次啊 剛好帶走 對 不需要兵殺 好 那麼基本上就是滿血了啊 滿血 唯一跟小孩相比的差距啊 就是資源上面稍微少一些 武器八全 對 八勝五顆氣 站中角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太漂亮了 大白鴿的比例 每次下4啊 基本上很多情況都是帶個6B 是 他這個落地以後再責你 你就要猜了 好 笑一跳再怼過去 漂亮 放下位置直接 聖龍拋殺 會不會擔心我買了層 應該是 還有 先把資源扔在自己身上 好 這邊也是強行開BC 比例啊 終於忍不住了 對手關掉了板邊 好 現在的破防值 哎呦 好 在於剛才應該是有點BC 那個槽還沒有結束 要完的話 遠C的直接一個確認很傷 對 主要是剛才小艾的話 他再被B出來的話 是沒辦法了 失誤 那八勝已經面臨將軍破防 剛才的失誤的話 真的就帶走了 好 雙方 現在就是最後的十幾秒鐘 要破防 好強行 還漂亮 這下真的是沒有辦法 其實在第一次的時候呢 大表哥的失誤 本來是不失誤的話帶走 剛才又到了破防值 沒有辦法了 這樣子的話 比例是打出一波 相當精彩的反賽 對面 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真的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感覺好像已經 這一局至少是沒有什麼機會了 但是沒有想到一個比例 直接進行了反三 好 小孩也是思考了一下 想了一下他的比例 他應該去怎麼應對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對策 更好的決策 好 雙方都在思考 對 有一個這個 考慮一下 到底用什麼角色來對策 因為這一次的冠軍榮譽啊 對於兩位選手都是相當的重要 好 雙方喝一喝水啊 調節一下 好了 那麼看來已經準備就緒啊 有沒有換人呢 還是直接再戰 好的 直接是再戰啊 看來也沒有做換人 好 沒有換人 也沒有換排序 漂亮 這邊下兵 中腳打亂動 直接 漂亮 剛才 這下抓到了一個空檔 好 詳細點到板邊 兩點飛煙機封腿 羅伯特的話 這下失誤 如果沒有用氣的話 這個爆發還並不太高 剛才打了一個標準的波聲 明顯感覺到剛才是有想生龍對空的這個這麼一個 一個意識啊 但是剛才跳的時候沒有生龍到 漂亮 單點GC跟上 最後超殺嗎 他帶走了 還是他帶走 對 不留氣 非常興奮 選手一勝 Liana這個角色真的是爆發力太高了 哪怕只有一絲血 但是有氣的話 摸到就很傷 這樣跟上一把的羅伯特打Liana的局面 基本上是可以說沒什麼區別 哎呦 這個站中腳的摸牆 到板邊 好 板邊的話就沒有必要跟超殺了 因為基本的連戰也能夠打出相當高的傷害 好 下地亂鬥 好 下地亂鬥 齊全是奧爾出來 好 後 後 連續的PC道具牽制 這兩季搶頭打點太高 這有多漂亮 中段三點 三點 剛才這個距離可能是由於PC是太遠了 現在畢竟虛弱過一次PC的這個跑動距離 剛才又是想來一個連續的兩連跑 這下真的是前衝 好 雙方來到了紅藍內戰 開局戰臂 封一下對手小跳 小一趟 這下真的是 剛才 既然選擇一個固定的TC起手 剛才如果是下臂直接暴BC的話會好很多 EX超殺嗎 選擇 對 還差一點 漂亮 差了一點點 對 擋不住了 擋不住了 不過也沒什麼很大的關係 我們選擇 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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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把表現很給力的比例 看這一波 五顆氣的比例 現在看起來真的很恐怖 小孩很明顯 知道你要跳一下 你停重一下肯定要跳一下 先給力 这一波 气势先用着 强势开VC EXTRA 还可以跟连段 反变 则一发正向 后退下两点 又想择逆向 逆向的距离可能太远了一点点 这下没有爆VC 本来因为上把比例反向 所以看得出来这一把的话 小孩换打比例打得相当谨慎 对 相当谨慎 这个肯定的 因为毕竟爆发力太高了 只要有气的话两套就可以带走 双方是把抢四的比赛 直接是打成了抢二 现在也是来到了2比2平 这局很关键了 谁先到赛点呢 现在是来到了兰震的背景 开局 稍稍的摔个卫星 小孩的罗伯特想等他发卫星的一个时间 漂亮 撞上去 好 再来摩 这下摩雪真的蛮伤的了 这一下就连续 连续在抢 发现小孩的这个罗伯特可能是因为之前刚刚跟咱家阵打过 对于黄空有特别的心得 对 做得非常的好 下C的黄空真的是很准 下C 这得过去 漂亮 漂亮 猜到你可能会这个该要冲了 直接 好 前冲 单点确认BC 好 罗伯特 又是满血见到了荒丸 后退一下 三点 没有选择用气 好 罗伯特 再往进去刷 这个战地的防卫 这个方完大一跳的话 罗伯特的战地应该是能够做好准备 对 这一波很伤 他派点气 好 差一颗气 不然的话就带走了 对 最后一次去 就是球纹 漂亮 再次的战地的黄空 其实这个你看可以打地面可以打黄空 真的是看起来好像挺棒的 但是他有时候在地面的时候也是打到乱动 对 而且小孩子这个罗伯特表现真的相当不错 基本上每次都能够打到对手两个人以上 想杀 至少成功地制止了这个比利的进攻压制 对 而且比利的话打下罗伯特吧 可能身上也只能留下不到半关系左右 好 近身 连续打消耗战 好 前跑 下笔 往前面挥 空跳 落地 标准的小木鸭 这下就球稳了 比利现在这么多气 但是找不到这切肉眼 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小孩小孩反正我这边 第一个是站着人物 第二个是站着这个自愿的优势 好 站B 上杀一波 三气充满了 有没有暴BC的机会 这波完了 最后Max找他吗 没有 还有小孩 有点犹豫啊 小孩感觉是自己失误了 好像刚刚 对 就是因为想的感觉 因为毕竟有资源 想打一套高伤直接带走的 但是就一想一想多了 应该是不管怎么连偷人都带走 他应该是顿了一下上材 对 哦呦 反对打一套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当对方的血量的时候 这时候你资源是满的 想打一套高伤能带走的招数的时候 一想就顿了 好 这样一踢的话 残血的比例要单调两个人 还是一定的难度 漂亮 直接 好 两点跟上大潮山 那么现在也是先到了小孩的赛点 比分来到了3比2 好 一踢一定要 然后要换人了 估计 想办法去 没有换人 没有换人 面对他的 就是怎么去去掉他的罗伯特 干掉他的罗伯特 不然的话 每次都要让比例 面对反3的压力 真的是太难受了 是 不过罗伯特 现在你可以看到对侧 莉安娜呀 还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显著 好 现在把莉安娜放到了手底 好 换了一个排序 有红丸来对侧 好 这边下蹲 这是反正拳 罗伯特打 换完的话 乐队跟打莉安娜 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哎 漂亮 连续的反正拳 漂亮 这招都跳入了 跳开了 好 就这手没有气 好 强行 霸王一上弓 开bc 没看到这个波动啊 真的是感觉能跳过去 刚一跳就挨打 这个小套一向好没有成功 对这套 对这套 Winter跟上 到板边 打完是标准的安全套 为他起初出不了二十龙 哎呀 哎呦 这下真的上 漂亮 真的上这个双龙 好 刚才赌得相当准 差一准的小孩的一个意图 那么现在是红丸内战 好 笑一跳 空中是护锁一下 哎 起跳地抢风 这下打到了逆向 漂亮 这下逆向两点 挑五连 现在就有点紧张了 因为毕竟如果刷出气的话 就很恐怖 你看刷出一颗气啊 爆发力也是非常的高 这下 鱼剑残血 哇 这下这个后跳地啊 最后这下很亮啊 刚好是打到了 小孩一个扁地的出招动作 对 出招动作 那这下很伤了 而且如果一踢扳回来这一局啊 双龙就会来到S站 S站 好 八神队换完 那可能是考虑到第一个角色 所以刚刚中角 并没有选择莫奖 三下 对 现在关键是红丸又有一颗气 现在我们都知道 红丸摸到一气就是四百气 好 空中打康两点接力 到了板边 这下不敢动 直接抢头 怎么办 随密吗 正向 直接拨正向 将往板边压 目前两气太漂亮 这下也是猜到了啊 好 八神 大表哥的比例 三气 这样的话 一个机会啊 可能就让八神啊 瞬间红雪 完了 黄雪了 这一招相当伤啊 对 是的 相当的疼 起身 怎么压制 跑头 下C的防空 这下真的就抱着你跳的话 我就直接下C 没办法 八神是留着五颗气啊 对 但是你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在比例在打八神的时候真的是中远距离的话远C也是很强的 而且你不能跳 相杀也是 这点血量也是被带走的 这样是已经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战 很关键的一战 双方都是赛局 是 好 把水也是全部喝完了 把水也是全部喝完了 再来一瓶 好 两个人 现在的比分已经来到了3比3 来到了这个S战 所以说 小孩应该也是想一想去用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说是不是要改下排序啊 好 还是一样 坚持自己啊 最初的一个阵容 好 后撤 连续的真传拳往前面刷 对 现在打的就是比较紧身了 就是摸 好 两个人拼下血 但是忽然的跳 重点打的血量稍微多一点点 脚跳 关在板边 这下可能想着会升红 没动 哎呦 一下BC板边很伤的 这一波板边BC连相当伤啊 好 EX的两连飞踢 抢头 近身 好 勒伯特 选择强行开BC 这下一个EX的波也是打了两段 好 这个位置的波安就表示 我就不跳了 就跟你打 打这种距离战 哎 哎 前跑 好 后后 让看下距离 就在摩尼血 对 残血这一波 漂亮 神龙最终 神龙最终 最后一丝血 哎呀 这下真的是很难 最关键是后来这一招的话 被挡住也没什么破绽 是 而且重的打完之后 还是稍微有点小力的 所以说你不敢动 你只能去赌对方会不会压你 好 开局直接堵了 好 开局 直接 直接在一刷 就选择把气给烧掉 对 感觉这下好像并不是 他的影响 结果 卖板边 小孩可能是想着他 可能还要再偷下臂 所以奥利哥抓头 好的 这点血量其实已经赚大了 好 后跑一下 逆向 逆向结束 真的是一个残血红丸 你看打的 也是非常的立了大功 那么现在就看笔利对侧魂丸 想要再来一个EX 精神抓 想跑 或给压制 漂亮 这一气 这一下 选择先把血量追回来 没有更大伤害 好 都跟逆向 想打这场乱动 这下打乱动 以为要抓 哎哟 这个逆向 好 比利直接残血 死了 下次 对 刚好带走 看得很紧张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个小孩的第三个人 也就是巴神 比利现在的资源还是有的 开局 一波小五连 没有带长发 哎哟 这下有点小失误 最后这一下 漂亮 好吧 双方 都是满血 都是满血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 也是 对 S战 S局 好 两个人都是打高输出 漂亮 这一下 开场一个后撤 直接 好 开场 猜准了对手一个意图 葵花到板边 小跳 这下有失误 漂亮 再开BC 带入必杀吗 又超杀吗 要带必杀 带必杀 直接 赢了吧 最后 哇 恭喜小孩 恭喜小孩 拿到了全皇十四的冠军 是 恭喜小孩 好 他应该算得上是复仇了增加阵 也是 复仇了小孩 复仇了这个 大表哥一剃 对 双复仇成功啊 拿下了 属于自己的冠军 虽然他是拿是拿下的冠军 但是这一把 打得很劲